進來了來了 早貨店櫃台一名男子持刀飛鋪 對著店員後警砍一刀 威脅店員拿出錢來 右手拿槍 左手拿刀 店員緊張找鑰匙開收銀台拿錢 先犯大白天持刀槍搶劫 得手一萬多元拔腿狂奔 往走廊和公園逃逸 留下店員滿身是血 一隻手拿刀 一隻手拿槍 然後殺完人之後 叫我兒子錢拿出來 我心裡很臭殘 老闆娘超火大 因為受傷的店員就是她的兒子 後警被砍差一點重動脈賠命 直呼治安太離譜 附近民眾更懷疑嫌犯動作俐落 犯案時間短短幾分鐘 可能是預謀犯案 他一來就是好像要讓他死 一聲就抬起來了 他現在眼神都有點呆滯 嚇到了 他一定是觀察過了 可能是在那邊走很久了 持刀槍搶砸貨店 地點在高雄久如四路 砸貨店在地經營將近15年 警方4小時內在路口埋伏壓制 搜出一把刀兩把槍和三包毒品咖啡包 22歲嫌犯疑似吸毒缺錢花用 盡砍人搶錢 持刀自店內行搶 商機店員後勤後 得手新台幣1萬多元逃逸 背砍的兒子太害怕情緒不穩 讓老闆娘氣炸直呼嫌犯殺人 而警方只依強盜和毒品罪嫌送辦 而台南一間雜貨店 老闆也遭嫌犯持剪刀狂刺七刀搶錢 而嫌犯目前還在逃 心胸搶奪驚悚畫面曝光 以及掌握突發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 快了快了快了 上車了 上車了 有啊 散犯被警方逮捕 哭著求饒說不要 但步驟前砸車放火可不是這負責性 這續期畫面中清楚可見 險犯受拿大債猛力拉倒機車 一下兩下三下對著機車狂敲猛打 沒想到不解氣 還來更狠的放大招 直接放油點火 煞車了 然後被放倒了 然後點火 放火 每次跟車主有恩怨 公司交往車 目的民眾趕緊報警 不過警方到場時 車子早就陷入火海 事發在新北市中和區 凌晨三點多 犯嫌無姓男子 因為跟車主蔡男 先前有過傷害案訴訟的糾紛 造成無難對蔡男形成不滿 編道場砸車放火 火勢一度大到 岩殺到騎樓上方的周宇棚 所幸沒有波及其他人員以及車輛 訓後全案 將無嫌依毀損及公共危險 罪於送新北地鐵署偵辦 嫌犯為了一時洩憤 砸車縱火 再怎麼哭著求勞 只能去牢裡哭了 記者新北綜合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 傳達最完整的資訊 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 大聲嗆嗆不斷推擠 雙方人馬在法庭外面爆發夢烈的口角衝突 法警看到立刻趕過來 都要開庭了 一群人在法庭外面吵得不可開交 嚴重影響開庭時間 警方出動數名警力都還直直不了 那這兩個張姓兄弟呢 他們就故意說 好像跟他有口罩的貨款的紛爭 故意提告這個台南的這個被害人 那在法庭的正門口要進去法庭 裡面開庭的時候 他就擋住了 那我就擋在這個被害人中間 他就主動就動手推我 而且推了好幾下 公親電視主幫忙財務糾紛 當事人利用法律途徑還原真相 結果殘遭對方針對 明明是先發起糾紛的 卻反扣是受到恐嚇自爆才這樣做 前幾天我收到台南警察局 偵察隊的通知說 他也去告我傷害跟恐嚇 從頭到尾我都是被害人 我都沒有動手 結果都是他動手 他還能夠告我傷害 推倒罵人現場全都被拍下 對方意識變成受害者 才是恐嚇的難易方 黃先生表示 目前將等待檢警判定 提告不起訴後 將會蒐集證據 提告對方誤告 勢必為自己討回應有的公道 記者王俊賢 彭允飛 台中採訪不到